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王老师就说我们这个《枪枪三十天》节目 我觉得近几年来也表现出一定的风骨 怎么叫有风骨呢 你看莫言得了诺贝尔奖 从他得奖的那天到现在 我们愣是一声没坑 愣是莫言 但是我是为了等人 就等您和扎老师来 这太合适了 你们俩就得说说 我为什么说太合适 咱们这个有诏有图为证 这太合适了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王老师给我们贡献出两张图片 曼道当今吴大师 这是请看 请看绝朔王南皮 王蒙老师是南皮人 就是精神绝朔 跳出官场 鱼入海 鼻扫千钧如卷席 你看这是莫言打油师赠王蒙老师 哎呦 这可卖钱了 现在谁有莫言签名的他的小说 就卖好几万在网上 不卖 这个我能卖 你看这 你看这俩 这像是这 王蒙老师跟莫言预言 你能得诺贝尔奖 对 说的就是这个 设计对吧 是确实说这个来着 哎呦 这几天咱们该开口说说了 我们这马后炮 张老师 你是从从国际社会上来的 咱们这个中国人啊 有一个情节 就是老觉得 可能从就是自从压奋人争以后 就觉得这个这个国家落后了 没有得到世界承认 这个需要承认的这种情节特别大 咱们就说必须得比如说奥运会 咱们就跟有一个有一个承认的 这一个刀 就画钩 一个一个得把钩全画了 金牌第一了 金牌第一了 总算这口气 这口气出来了 哎呦 我还看着 是否办了 现在是诺奖得了 我觉得这事完了 咱们对大家都松一口气 从此诺贝尔情节 咱们就不必在 我看你一说法 说说的很绝啊 就说这个中国崛起了 对 标志是什么 我们终于跨越了三座大山 你看 奥运会 世博会 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这么并练 咱们从山坡上可以下来 走平地了 您二位老师记得吗 我在这说过不止一次 我说咱们有些中国的有些读者吧 认为中国的作家有两项原罪 第一项罪呢 就是没有哪一个人呢 就是现在 我是现在的陆穴 而且大家公认的 没有 没有这么一个人 第二个就是谁也没得诺贝尔文学奖 直到这个莫言得奖的消息传出来 网上还在那嘲笑的 说做梦吧 中国人你想当诺贝尔文学奖 你就做梦吧 十年之内不可能 二十年内也未必可能 有一个得了奖的吧 还最后把中国差点为气个半死 之前有一个高兴建 但是不被认为是中国人 是吗 他做了法国籍 然后这回好像就变成普天同庆了 我感觉有点 结大欢喜 结大欢喜 这里头有一个得了诺贝尔奖 中国作家们 现在什么心情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 肯定有一批 但是现在我所听到的 大部分人 就莫言 应该说是认同度最大的一个作家 为什么我说他认同度最大呢 咱们就说从中国这个主流社会 以至于从领导方面来说 莫言前年补选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 是前年呢 还是大前年呢 又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这个路都已经铺上了 是不是 今年我去伦敦参加书士 跟莫言一个飞机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代表团的 小扎老以为我是中国各家代表团的 我不是 我单奔 您是 我是单奔 单奔是书士 外国单独邀请 书士 不是 我不是 就是那次著名的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也是这样 那时候莫言也去了 而且莫言在那聊的特热闹 但是我 我是尾巴上去的 我去了 莫言已经走了 就是他们集体退席那次 是那次吗 对 然后之后 我还听有一个段子 就说莫言后来还讲了一段 这个贝多芬和歌德 一起遇到一个皇帝的遗仗士 贝多芬就昂然的走过去 这个谁呢 歌德呢 就脱帽 脱帽 在路边 鞠躬 行礼如遗 那么这个莫言呢 就是说 我年轻的时候 佩服贝多芬 后来我现在 随着我这个阅历渐身 我认为这个 这个谁呢 歌德 是更值得我尊敬的 对 这为什么值得尊敬啊 他说就是歌德的这种啊 就是能够向国王仪仗 这个这个 毕恭毕敬 能够尊重世俗 这个 这个 其实这个 他说这也许需要更大的难度和勇气 这个故事也很好玩 为什么我最早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呀 不是莫言 是1993年的时候啊 是台湾的那个诗人呢 亚璇 亚璇呢 他讲的也很有意思 有点像莫言 他说年轻的时候听了这个故事 特别佩服贝多芬 他说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了 他的角度又不完全一样 我个人同意亚璇的这个意见 他说呀 给这个 歌德和贝多芬 两个人进行道德或者人格的评价 这未必是 手众或者是我们的任务 或者是我们的所长 因为他们两人能比不能比 两人什么各有各的情况 是不是啊 出身不一样 童年不一样 领域不一样 这个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我们应该评价的是什么呢 贝多芬你的音乐成就大不大 歌德你的文学成就大不大 成就大行了 我同意 因为道德的这个尺子并不是为了量别人 而是为了约束自己 如果我们用道德来约束自己 这是最正确的 如果我们用道德的尺子给这两个少一次 对 是不是 你那个 没错 我很同意 但是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就是 至少中国的传统里边 对这种就是文人 他是一个所谓的经营阶层吧 他担负的除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人 是一个手艺要很好 很精湛 比如贝多芬他是作曲家 以外我们还有一种 就是要求他要对公众事务 要有一个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节目这编导避风啊 还挺会总结 我给念念 他这个给咱们总结的话题脉络 说莫言得了这个文学奖啊 这几天来的这个热议集中在几方面呢 第一方面 要求莫言对一切社会热点发表看法 钓鱼岛 这很可怕 钓鱼岛房地产互联网幸福吗 等等 很快我估计北京堵车 莫言也得聊 然后第二个是呢 经济方面得了多少钱 能不能买得起房 书卖了多少钱 故居要不要开发等等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 就政治 莫言是不是抨击政府 超过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话的人 是不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等等 我听说王蒙老师也超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是吗 我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什么呀 就是出版社 出版社的领导人 他们呢 又是作协的一个领导 他说组织一批人呢 这 抄协一下 我觉得延安文艺座谈会 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我要我要给你们呢 讲一个道理 这个 我的同乡啊 最有名的人是张之洞 张之洞在就任 两湖总督 梁广总督之前 他的大舅子 给了他十六个字 什么十六个字呢 起勿军心 恪守沉洁 不被旧张 这个 例行新政 就是你要 你要尊重这个连续性 尊重这个历史的传承 同时你才能例行新政 你要 你要把这个历史的传承 一下子先给他掰断 先给他爆破 那您还能立行新政吗 那这个意思 我觉得很深 很有政治智慧 而且我也很同意 但是具体到讲话这件事 我跟王老师私下也交换了 这很复杂的一件事 三两句说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讲话 它代表了确实是 那个时代的一种 就是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这么一个核心的思想 那么它里面有没有合理的成分 有 比如说源于生活 这个生活是比如以工农的生活为代表 而比如说资本家太太小姐 那就不是我们要表现的生活 实际上它这个合理成分在 是要表现工农的生活 对吧 也许甚至那一部分表现的少 但是我们应该 我赞成百花齐放 百家争民 我们不要把思想和创作统一到一个 你知道有的网站上有这样的评论 说莫言得了诺贝尔奖 是毛主席在延安门一座南会上讲话的 伟大胜利 这个 咱们先接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大家 非常好 配桃花春菴 采姆极之水 会愿酒精 年份愿将 补景购酒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零污染倒过新西兰发生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电瓶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王门老师得说说 这是不是讲话的伟大声音 不是 我说咱回头来说莫言 这个我一开头传出来莫言得奖 我不完全相信 为什么呢 我是十几年前呢 有一次和这个大江建三郎的一个座谈里头 大江建三郎就说 莫言一定要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是今年得就是明年得 那时候莫言还没有这么多作品 然后当一年或第二年的新年 他专门带着日本的一个设置组到莫言的家乡 给莫言拍这个电视片 而且就说这是为了给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拍片子 拍片子 所以我知道的就是大江建的真是太热情了 而且那是前诺奖获得者推荐 这有特别的重量的 但是呢就是那个瑞典科学院有投票委员的 有投票权的委员 唯一的汉学家 那个马教授啊 我是没听说过 他说莫言 他说的是另外的两位作家 北岛和李锐 李锐 还有他说过曹乃迁 曹乃迁 在那个 所以我就有一个认识 就是马月然教授那儿 你通过过 怎么可能得断表文学奖呢 所以这次莫言得奖呢 还改变了我这么一个认识 就是说 这个 就是瑞典文学院 瑞典文学院的 人家就从义本上 他们也有相当的自己的挑选 对 这个就说到 就不靠一个中国队的 我觉得就说到文学性上 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 咱们已经把文学以外的话 说了一堆了 恭喜的话也说了 这个有争议 但是就所谓的 就是中国人讲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其实你要说文 什么是 谁是当代 中国最好的作家 这没法说的 您就说结论吧 您就说结论 就我个人来讲 其实我认为 从文学性上 我自己觉得 这个莫言的作品 真的不是 我觉得不是中国 最好的作品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看法 他的最好的作品 我还真的是 认为80年代时候 什么透明的胡萝卜 这个红高粱 那个时候 真是有风格性 那90年代以后的 从风乳肥吞 到这个谈情相形之后 我就看不下去了 完全我觉得 他是一 就是这种 也许我对魔幻 现实主义本身 有就是年轻的时候 觉得我这些 各种实验都很有意思 到后来就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花架子吧 再加上我觉得 这个语言 就那些我看的作品 没看完 就是太闹腾 太这个 就是这个不节制 然后粗糙 倒是这次 我看了这个 他这最近这个挖 我觉得他回归了 一个种平时的写法 我倒是从头到尾看完了 而且我觉得 他的意思很好 就是对这个计划生育 这么一个事情的复杂性 然后最后的忏悔 都都不错 但是我觉得同样 你就从这个 写实的角度来讲 那么以前你说画鬼 容易画人难 你这回是画人了吧 我还是觉得 他的语言 还是说实话太粗糙 这个人者兼人 智者兼职 我可以说一下 莫言的很多长片 我都没有看过 但是这个是85还是86年 他在人民文学上 发了一篇小说叫爆炸 我看完以后 我就非常的激动 而且我到处跟人说 我说我那时候 我才50多刚过 这个52岁 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我自己老过 但是我看完了 莫言的这个小说 我得承认我老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里边写 挨一个嘴巴 那种艺术的感觉 那种细致的感觉 我要是 哎呀 我觉得我已经写不成 那么细致的东西了 那是短片吗 细腻的 一个中片 一个中片 或者一个长的短片 当时我确实非常激动 还有一个呢 我要提供一个情况 这个话 我其实在这原来也说过 就是我 我呀 他个人为了在政协的一次发言 我统计过呀 这个中国的一些活跃的作家呀 作品在国外发表的情况 结果呢 是发表的种类最多 出的书最多的是墨言 翻译的一本 最多的 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你让国外的人接受 接受你这个东西啊 就是红高粱 实义张艺魔呢 也起了作用 因为这红高粱 是墨言的名字呢 就一提吧 人家说 这是墨言的 是是是 原作 对 那个 你比如说 那个据说 就是原来那高兴健得奖的时候 那时候另一个 也非常热门的 就是 这个华语吧 至少是中国人吧 是北岛 但是呢 高兴健呢 他就容易有影响 因为他有几个话剧 在欧洲啊 出演 北岛的话 你就是这些诗 尤其是诗在经过翻译以后 别人读起来呢 真的 我觉得这个翻译太重要了 因为否则 可是这个悖论也就在这 你说诺贝尔奖 他其实是 瑞典文的一堆评类 看着全世界的翻译文本 翻译出来了 你比如说高兴健呢 我就是说 他那个 他那个叫什么山呢 我们看中文的是一种感觉 其实我都不觉得 就是说他的语言上是 那么好的 然后呢 可是我看那个英文的一本 瑞典文我看不懂 英文的 我刚看了一段 我觉得 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 有气氛 有一种 而且有一种优雅的感觉 这个翻译就像唐诗 我都不相信 他能翻英文里 能翻出那个味来 而有些翻译的文字呢 可能他在译文里边 反而出了另外一种味道 有时候翻译的 比你写的还好 对 真正好的翻译者 他是在创造 你刚才 您说那个对极了 这个莫言的风格之一 就是闹 闹 他弄得很热烈 对 很邪 很邪性 有些话说的 或者有些情节 有些话说的 他就是胆特别大 他折腾 他在这儿折腾 可是我觉得 这恰恰是 他在国外 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比较一个人 中国农村写小说 写的好的一个人 就是贾平娃 贾平娃 贾平娃的作品呢 应该说写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有人认为 贾平娃写的是 或者甚至于更好一些 但是我可以保证 贾平娃 他的人 他也温 那个我绝对不推荐你 到腔腔三人行 没错 那个来的时候 您这节目就砸了 没错 那节目就真的莫言了 他莫言了 他莫言了 他以来就莫言了 他那个翻译成英文 翻译成瑞典文 没法翻 没法看 而且没法看 他那个语言里的味道 也翻译不出不来 你说就比如 有些像比如说阿诚 像王朔 这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 你看阿诚的那种节制的 低调的那种 雅的味道 那种韵味 翻成英文 我不能相信他能出来 王朔那种犀利 那种聪明 那种特别北京式的 现在的这种白话和胡同里边 那种融合 翻成英文 开玩笑 所以你知道吧 人家也有人说 说这个莫言 他没有知识分子气 他这个人 就是说 所以说有些知识分子 觉得挺不鸟的 得这个奖 后来人家有人说 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他就是讲莫言这一路的 什么人与土地 人类这种生存状态 就不是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 喜欢的那个调点 对 咱们先起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全球铲金企业合作伙伴 我跟你啊 倒还不一样 你说你看不进去 他的这个小说 他的小说呢 我都觉得可读性还挺强 因为什么我都看完了 这也很不容易了 对吧 都看完 但是呢 他得诺贝尔奖啊 给我的感觉反倒是什么呢 让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啊 具体可改了 因为过去 我不了解外国文学 对 我不知道 我把它神圣化 我觉得那得好到什么程度 那得大宗师啊 所以我说 但是他得了之后呢 我反倒觉得 哎呀 这个奖啊 不是那么高不可判 那是人办的一个 是人力可以置之的 对 不是神仙办的奖 对对对 因为我原来想象的那 比如说 有些人是神仙 好比说曹雪芹 我认为那不是人力能达得到 但是莫言这个 我感觉 这是人力可以置之的一个奖 是 你底一些小说 下次你得奖 王老师把心里话说出来 对 起码请我们好好坐一坐 没错 但是也确实为什么呢 有些记者报道就反映 就说比如说 尤其一些海外华人 一些知识分子 文化人 艺术家 一问他们莫言得奖 很多人呢 都肩默不谈 是 这什么心态 比较起来呀 我当然 我这接触的也非常有限 莫言得奖 其实 至少 在台湾反映还不错 我知道有几个人 对这个事反映挺好 这个比这个高兴健那次得奖 他好像就是受到这个 认同度还高一些 海外的可能真的是有一大批这种 就是读文学的自己感觉 有点像的知识分子那种 就是觉得这个作品下里巴人 然后就是我倒是真的不是这样看 我虽然就是可能因为是城市人 对农村题材的是有点歌 比如我一看这种什么就是 比如说爷爷 叼了一根大葱 喝了半坛子高粱酒 然后看着黑子他妈那个大奶子 然后当天晚上就上了他的炕 我看着这确实我是没感觉 但是我是喜欢二人转的 我是喜欢二人转的 那种真正的农民的那种原汁原味 他把那功夫做的特别好 每一个你都觉得他是 真金白银的炕上出来的东西 那个和一种就是农村文学 你已经城市化了 然后写的一些很闹哄的表面的东西 这个莫言这人他很灵 他确实他非常的灵 你听他说话他也非常灵 而且我感觉到呢 他一个人呢 他动辄就是高壁农村 另外他受洋东西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滚文银启示录 他受这个加级啊 有人指出来 没有人指出来 他那红高亮一开头说 我爷爷我奶奶